现在都提倡绑架代替购买 今天给大家分享下 中华田园猫的八种花色和对应性格 如果你打算捡一只猫 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1.梨花猫 梨花猫 关键词是也 它们的优点数不清 身体好 花纹漂亮 聪明通人性 抓老鼠一级棒 唯一的问题就是野性十足 它能挑最高的柜子 也能抓最狡猾的蟑螂 还能把家里的其他猫打趴下 捡了梨花猫 一定要耐心培养 如果你不能驯服它 就只能臣服于它了 2.橘猫 10个橘猫9个胖 还有一个压榻炕 橘猫天生胃口大 能长胖 是这儿八斤的喵戒失货 再加上颜值高 身体皮适 深得蝉使观人心 大多橘猫活泼听话 但也有少部分凶悍抓人 捡的时候 先看它喜不喜欢你 免得捡回去被大局一顿胖揍 还被吃垮 3.奶牛猫 奶牛猫是最能折腾的猫咪 它们的智商是个谜 总在0到250时间跳舞 你把它关到屋里 它分分钟智商爆棚学会开门 你要它不抓沙发 它偏偏把你的沙发抓出丝 很多人说奶牛猫是猫中的二哈 拆家第一你 但是奶牛猫也是分人的 如果它认你 也会变成聪明懂事的贴心小棉袄 4.灵青狮子猫 狮子猫是田园猫中的颜值天花板 是波斯猫跟鲁西梨猫的串串后代 漂亮的狮子猫颜值不属于波偶 而且身体提示 还能抓老鼠 动如拖兔静如厨子 堪称完美长猫猫 5.白猫 白猫看似优雅安静 实际上是因为基因缺陷 听力都不太好 所以呆萌而已 它们是田园猫里最安静淑女的猫 如果你天性喜尽 很适合养白猫 6.黑猫 国外的黑猫是女巫的象征 国内的黑猫却是招财的象征 古代黑猫叫乌云 笑铁 是镇宅 辟邪 招财的猫 不管在世界哪个位置 黑猫都是最特殊的猫 它们极度聪明通人性 甚至被认为有特殊能力 7.三花猫 三花猫一般是女孩子 性格偏高冷胆小 不易驯服 以凶悍著称的三号楼 就是三花猫 但是一旦驯服了三花猫 它们会让你爱得欲罢不能 宫的三花猫很少见 只有基因突变才会出现 所以三花宫猫 也是招财猫的原型 据说捡到有淡淡的三花猫 是种福气 8.带猫猫 带猫猫和三花猫一样多为女孩子 性格不那么亲人 由于颜色的关系 喜欢的人较少 但它们一旦接受了你 会比男孩子更听话温盛哦